赤资2000多万进行改造的高雄小港一号公园 日前正式启用了 这是小港地区首座特色公园 不仅是将居民想法融入设计 也落实了儿童表役权 而副市长林青荣出席典礼的时候强调了 未来四年高雄市会再增加150处的特色公园 营造全灵的修行油气空间 小港一号公园正式启用 小港区居民期待许久的小港一号公园 终于换上新装 启用典礼上副市长林青荣亲自视察 看到小朋友在游戏区里开心攀爬 肯定特色公园是营造友善共荣的空间环境 这样子的公园就是比较属于跟特工们合作 我们现在这个共荣意思是指说 不是所谓的罐头式的 我相信在洋局长的指挥之下 他有信心应该会使得我们 未来的四年150处的公园的整个的成就 会让这个高雄市的公园 有新的这个意涵 那么新的使用的这个量能 成为小港区第一座改造的特色公园 小港一号公园里设计了许多种 分离油气设施 不论是溜滑梯或是共荣秋千区 都适合亲子共同来体验 可以让小朋友去认识一些新的设施的那个游戏名称 那家长也可以安心让小朋友在这边的房间玩 这样子 因为公园的改造不应该只是单独的政府的手上 应该是要跟居民沟通 那尤其是再加上一个叫做孩子们的手作工作坊 因为孩子有表义权嘛 那让他们也来做 那我刚刚讲的是叫做所谓的处处是共农 意思是指说不同年龄阶层也可以共享这么一个公园 这次的公园改造除了办理两场公民参与活动 也落实了儿童表义权 其中将珍贵老树妥善保留 更成为小港一号公园里的最大亮点 在小港一号公园里头还有这棵金龟树 它可是大有来头 它是小港地区编号第一号的珍贵老树 这个公园里面 您可以看到这个老树 这个是照顾的不容易 有一棵最大的金龟树 已经年纪高达77棵 也是纪念的老树 我们都把它保留下来 我们的树都尽量把它保留 全面的保留下来 副市长林清荣表示 小港一号公园是陈其麦市长上任之后 第24座共农公园 未来四年全市还将增加150处的特色公园 继续朝区区有特色 处处是共农的目标迈进 营造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记空间 营造大人小孩都爱得不幸运的 再是尽量的游记空间 把游记空间的游记空间